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阶段第六课 我给他起的一个名字叫神奇的UI,我来了 那么为什么叫这样一种名字呢? 就是以前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我们总以为我们把标准的空间拼啊拼啊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界面就生成了 为此在我们应用开发的程序界里面还流传了这样一句话 就是做UI不算什么本事 那么我们最终关键是要去实现这个业务核心 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关系非常好 他现在也差不多做了十年开发了 然后他就一直不屑于去做UI 但他是做应用的啊 做应用的不屑于做UI那是千万要不得的 他就说啊呀UI这个东西是个人 你把业务核心实现了是个人就可以给他做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特别是我们现在在Android的以及iPhone类似手机上面的UI 真的是应用了那样一句话叫什么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将来我们做一些商业应用程序 包括后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应用程序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特殊的UI 我们是不规则的UI 带有动画的UI 自己画的一些复杂的UI 那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特效 我们想都想不到 那我们就要什么呢 了解清楚我们UI的这样一个机制 真正的搞清楚我们的UI神奇在哪里 那么到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写出 写出各种各样的这样漂亮的UI来 特别是现在UI我们都不简单的 包括UI设计师我们都不叫美工了 都叫用户交互设计师 所以可见在乔布斯的带领下 我们手持设备的这个界面 它不仅仅是局限音 你做俩图标了 其实更多的跟用户的操作习惯 用户的心理都绑上关系了 所以这个课程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的重头戏 大家一定要过UI这一关 你不过UI这一关 你可能永远就是一款应用程序里面的 写业务代码的角色 你也就无法自己从头到尾写一个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应用程序 OK 那么照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 我们这个课程需要大家去掌握view和viewgroup类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前面也都提到过 我们都知道 Android里面的UI组件全部都是寄成view这样的一个类 还有学习各个常用空间的使用方法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可能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视频 是去讲解我们常用空间的一些使用方法 那么在这个讲解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讲的跟网上讲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标准化的空间使用 这个是必备的一项基本技能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要了解view的本质 要了解我们view的本质 就是我们这些空间 说白了 这些空间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们还要了解什么呢 Android里2D显示的图形库 说白了 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Scare 一直延伸到我们的 Voim Buffer Voim Buffer驱动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在Android里面 2D图形的这样一个显示的底层知识 那么3D图形 有没有显示底层知识呢 当然也有了 把Scare给它替换成OpenGLES 那么2D和3D 就构成了我们Android里面的图形 图形显示库 这一块的内容 到时候我不会给大家讲得很深 但是起码要让大家了解 我们这些Android这些界面 它是怎么样显示出来的 机制要了解 然后要了解我们Android的界面事件机制 这个也很重要 我会给大家分分类 说我们Android的界面事件 你可以归为哪几类 这样你以后在开发的时候 你会更清楚怎么样去操作 并且会给大家讲到一些概念 包括事件的上传 事件的分发 这些概念 这些内容 我估计 网上的其他视频是没有的 熟练掌握自定义Android的UI组件 这个是必须要掌握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项目里面 我曾经写过一个项目 可能UI组件 有一大半都是自定义组件 有一大半都是自定义组件 所以大家也要熟练掌握 熟练掌握 Canvas 那就是我们的画布和Joyable 和我们的Joyable 来画自定义的组件 以及事件的处理 Canvas是一张画布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无论在PC上面 还是以前的我们的手机程序开发 包括Synbin也好 包括J2ME也好 都有类似的对象 都有类似的对象 说白了 我们的界面界面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界面 我们说画界面 事实上我们界面怎么呈现的 事实上就是 就是由我们的图形引擎去呈现的 它呈现的过程就是一个画 在画布上画画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你不要认为多复杂 这个后面我会跟大家 结合着我们的机制来一起讲解 掌握了这两个之后 你就可以去画一些 各种各样的自定义空间 然后是我们Netpatch Netpatch图像的一个熟练使用 这个就从字面来理解的话 理解的话就是久补丁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个就是我们课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里面既有练手的东西 包括要熟练的去使用我们的常规空间 要熟练的去写我们的自定义空间 也有要了解机制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们的View啊 包括我们2D显示库啊 包括我们界面事件机制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去掌握到的 把这些内容都掌握了了 这就是我们UI就算是学会了 还不仅仅是入门 我们UI就学会了 那么学会了还不够 后面还会有一些高级内容 我在第三阶段 我们还会有一个UI提升的内容 跟我们service有点类似 第三阶段我们专门会拿一课 专门来讲商业UI 到时候我会多拿一些商业的例子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怎么去实现 不是讲解一下 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实现 我们的那些商业界面的例子 比方说 比方说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 就像拿这个来说一下 我连上我的手机 打开我们的这个键器 OK 在这样 这是我们的一个点心的 就是点心的那个桌面系统啊 就成为点心lunch吧 那么用这个lunch的时候 我们好像会有这样一个功能 我长按它 接着再切换 那之前就有人问我 商业怎么样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 包括这个动画 我用手指去移动它 这个图标的更改 的动画效果 以及它的这个自动的 它知道这个位置的 这个站位的这个换算 这个位置站位的换算 这些效果怎么来做到它 还有就是 我们怎么样来实现这样 左滑一下切屏 右滑一下切屏的 这样的一些效果 对不对 这个我都会带着大家 一步步去实现的 包括之前还有朋友 我忘了是谁了 就咱们的同学 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来实现 好像是 我想想 是微信里面的一个界面 还是哪里的界面 我看一下 微博里的 一时一时有点搞不清楚了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QQ 就类似于QQ里面 不是大家会对你有一个 那个评价吗 它好像是哪个软件里面 有一个热门的软件 我看一下 好像是季风市场里头 有一个界面 我有点忘了 它大概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装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软件 大概的效果就是 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里头有 各种各样的按钮 不规则排列 应该是 应该是 像textview一样 每一个都是一个关键词 而且颜色和字体大小都不一样 而且这些内容 都是从数据库里读的 就有的朋友 点了过后 比方说愤怒的小鸟 我点一下 它就会去到愤怒的小鸟 然后就这样的一些效果 有人问是怎么实现的 它是不规则排列的 而且每一个的字体大小不一样 颜色可能也不一样 这些内容的个数也不是写死的 那怎么来实现呢 这个后面我也会带着大家 一块来把实现一下 其实也是画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课程就会把我们的用户UI这一块 就我们应用程序的界面呈现这一块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有了这一块的话 我们的应用程序 你才能拿出去卖 你才能去见人 不然的话 你写出来的应用程序 我们称为一坨 你这个一坨的话 你只能自己拿来当小板凳了 而且要求我们写的程序 都要具有这种商业的UI 不然的话你做出来 将来你拿去应聘 你说这是我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做的这些项目 到时候都会成为你简历里面的一个项目 我当时就是做了六七个项目 其实都是小工具了 当时Android刚出来 我做了六七个小工具 然后拿去应聘 说这是我做的 就这样子就OK了 但是好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这六七个小工具 都是可丑的那种 一点一个force close 那你怎么去应聘呢 所以首先脸要长得漂亮 那么重点难点是什么呢 第一是我们ListView这个空间的使用 这个空间我们用的太频繁了 那很多朋友对这个空间总是有点弄清楚的那种概念 或者说即便会写了 都没有理解这个空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空间以及它的衍生空间 Expano的Expandable ListView Expandable ListView的这样一个空间的使用 我们都会详细的去讲解一下 还有了解Android的界面事件的机制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特别是untouch event 熟练掌握自定Android的UI组件 就是我们能够自己去开发我们自己的UI组件 熟练掌握Canvas和Droid 写错了 熟练掌握Canvas和Droid 画自定义组件以及事件的处理 还有就是熟练的能够去做我们的Nightpatch图像 并且把它应用到我们项目里面 Nightpatch图像是什么呢 其实我后面也会介绍到 这里可以先简单的说一下 比方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按钮 带有一个弧度的这样的一个矩形 这是我们一张图像 这是一张图片 我想起来这儿有一个图标 这不是更方便吗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按钮图片 我们到处会在项目中用到它 好 那么我最后给它 就把它当做一个按钮过后 我是不是要再上到写字啊 比方说 什么 确认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button 对不对 我们看看button 但我后来我要用到什么呢 我要给它上了写字不是确认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哎呀 怎么办 出来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拉伸机制的 对不对 我们以前的话 都为什么呢 都会做一些控制 比方说 保持这两标不便 中间的地方 我们随着我们的字的增加 它会拉长 会拉长 对不对 那么 这种就叫我们的 night patch图像 night patch图像 所以主要是用在我们的button上面 考核目标 这个也就是面试题了 大家朋友们看看 现在你自己能回答几道 第一 view是所有空间的积累 能否说一下它与activity的关系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没问题了 顺便还可以说一下 它跟activity和window的关系 补充一下 比方说我是个考官 我就只问了你 说一下它与activity的关系 你说 我顺便把跟window的关系 跟你说了吧 这绝对是加分项 view的核心是什么 能否说一下里面的 android还处 就我们后面也会介绍到 自定义组件 如何实现自定义事件 比方说 我们现在有个button 里头有个onclick事件 我觉得不爽 我还要来一个什么 onthundiclick 我要写一个onthundiclick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 怎么样去实现 大家想想 nipatch是干什么的 你会用吗 简单介绍一下 android的界面事件机制 那么这课的练习很多 我会逐渐的去补充 这个课后练习 这是我们的几道面试题 下面就进入到 我们的一个证文 神奇的UI 我来了 先跟大家讲一下 说在前面的话 先跟大家讲一下 说在前面的话 首先我们进入到 移动开发领域 它的界面有自己的一个特性 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因为特别是很多朋友 可能也做过生病 做过gettme 都要有这些概念 那么移动开发界面的设计 跟我们PC不一样 我们PC的布局 很喜欢干嘛呢 很喜欢 创体布局很喜欢这样子 上面是tourbar 或者manual 对不对 然后中间是我们的content 下面这是我们的 什么button button button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 windows的布局 因为这是微软 要求的这个布局 但我们手机的布局 是不是这样子呢 似乎就不是了 对不对 至少包括我们的manual 菜单也变地方了 tourbar都不这么叫了 都没这个概念了 或者叫换了一种形式了 也不会去给它放到上面 那么按钮我们也不统一的 放在右下角 所以我们就要有新的 这样的一个用户时代的 这个体验的学习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去感受呢 给大家的建议 当你要做一个新的应用程序 比方要做MP3播放器 你不知道如何去设计的时候 你先去抄 抄我们iPhone和Android的MP3的 这样一个设计 就好像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些 我们Android的自带的 这个MP3就非常的漂亮 因为不忘记 进来的过后 首先是我们的歌曲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歌曲列表 那么点了一个歌曲列表之后呢 它会进到我们具体的歌曲播放界面 这个界面就是可以 我拿来去借鉴的一个界面 你不要想到什么呢 我进来 我到时候这个界面该怎么设计呢 对不对 按照我们以前的想法 是不是这应该有一个播放按钮 再来个暂停按钮 再来个停止按钮 然后这个是 右边再来一个快进 左边再来一个慢退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就下一首 再来一个这个上一首 对不对 哇 这样一排 我们这要列九个按钮 所以 但是你看别人怎么做的 暂停和播放放一起了 暂停和播放放一起了 这个是下一首 这个是下一首 这个呢 点了过后 也不是上一首 这个如果你 如果你正在播放的话 它会干嘛呢 到到当前的最开始 看看 我再点一下 它才会到上一首 像这些设计 多么的有为吧 就大家要深入的去体会一下 那么好 我们后面 我们这些内容学了过后 我们后面很有可能 大家会去做这样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要做一个 在线 在线听歌的 对不对 还有在线讲故事的 现在网上不是有这么多例子吗 比方说 我有的时候也在听 叫什么懒人听书 我再来说